Odio Jungle 80年前,也就是1938年,因在地下发现石油,使得沙特阿拉伯的国家命运得以改变。 要知道,在这之前,1932年沙特才正式统一,而1927年才脱离了英国独立,在往前的150多年里,他还在为了争夺阿拉伯半岛的控制权与埃及、奥斯曼帝国长久对峙,两次到了政权不保的地步。 而如今,作为石油王国的沙特,石油储量和产量,位居世界第一,有了石油磅身,摇身已便成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。 当然,世界上的石油大国多的是,就拿中东来说,伊朗、伊拉克这样的石油大国,也具有极大的影响力。 而伊朗更是早在1908年,便发现了石油,是中东第一个石油生产国。 可是,沙特却后来居上,成为了石油国家的龙头老大。 当然,美国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,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,沙特与美国遍地结同盟合约,开始了两国长达几十年的亲密关系。 一个远在中东,一个远在北美洲,一个东半球,一个西半球,一个是封建君主独裁政体,一个是以民主自居的典范,一个封闭保守,一个开放自由,无论是地理位置上的遥远,还是从政体、文明上的反向。 看上去,沙特和美国实在有些不搭,不过,这毕竟不是两个人谈恋爱,感觉至少,无关距离,宗教、文化,而沙特和美国的结合,更像是一场婚姻,一场游离一千线的政治婚姻。 时间追,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在和苏联长期对峙的环境下,美国又卷入到越南战争,加重了美国的国力消耗,致使其对世界的影响力大幅下降。 同时,在经济上,因频繁的美元危机,即美国经济危机,是以美元与黄金挂钩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,而寻找一种黄金的替代品来与美元挂钩,来维持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,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。 美国将目标所降了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石油,摆在美国眼前的出路,便是控制国际原油市场,那么,如何控制呢?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石油产区,波斯湾市产出的石油,在国际原油交易市场中地位非凡,于是,美国确立对中东,尤其是波斯湾地区秩序的主导权,便能实现其目标。 在巨大利益的趋势下,美国与以沙特为首的海湾阿拉伯王全国地结盟约,来打造石油美元,确立自己的金融霸权,那么,为什么沙特愿意接过美国的橄榄枝呢? 美国既然打定了主意,迫于其高压,沙特也没那胆量推脱,不过,就算沙特是弱势一方,但两国合作是基于双方共同利益的,如果强买强卖,沙特捞不到好处。 任谁也不会愿意,再则,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,美苏争霸正处在苏公美首阶段,而具体到中东,苏联的南俄,尤其是南高枷锁板块,与中东正面相连。 美国并不敢轻易打沙特的主意,弄不好沙特倒戈苏联,那美国就是,作死的节奏,如此看来,沙特是自愿与美国结盟的。 既然如此,沙特又是基于何种利益驱使,才能维系和美国几十年的亲密关系呢? 云石均将从沙特国情及地缘政治角度分析。虽然,沙特有22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,不过质量实在太差,绝大部分都是荒漠戈壁,可开发程度低。 板块的地缘实力并不乐观,要不是有波斯湾石油的大的加持,那还有沙特是富的流油这回事。 石油,改变了沙特贫穷的面貌,也改变了沙特的外部环境和自身想法。 首先,来自伊朗、伊拉克等邻国的寄予,在反中东稍具实力的国家,都有一统伊斯兰的宏图。 伊朗、伊拉克是其中的佼佼者,在沙特暴富前,因太穷它还能躲避伊朗等国的寄予,不过,有石油加持后的沙特,是一座大金矿,想打它主意的也就不少。 这样一来,暴富后的沙特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也大大恶化,虽然,暴富的沙特国家实力和军事力量大大增强,不过,当时距伊朗、伊拉克还有很大差距,毕竟,伊朗、伊拉克也有石油,还有伊朗高原,两河流域的工农业支撑。 而沙特,除了石油还是石油,地缘实力不佳的沙特工农业基础非常薄弱,甚至连淡水都少得可怜。 也就是说,一旦在波斯湾爆发战争,此时的沙特持久作战能力不如两一,而战争中,沙特耐以生存的石油工业,免不了会受到严重影响。 而那时,两一还有,鱼利继续战争,沙特的结局注定悲惨,而一统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国家有很多,不管谁取得优势,沙特都会沦为鱼肉,任人宰割,极端情况下,波斯湾石油也会在争霸中,用于某方势力紧急补训,比如后来作为海湾战争导火索的,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便是如此。 沙特的地缘实力决定了,面对两一这类强势对手时,缺乏后劲,难以立敌,而沙特又不能眼看这样的事情发生,于是,只有引入外援谋求出路,而美国显然是最合适不过。 上世纪70年代,美国为了维持中东各国的军事制衡,防止任何一家中东势力做大,与伊朗、土耳其甚至伊拉克等中东大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。 在中东各主要国家中,沙特在石油加持下最富,不过缺乏工农业支持,战争潜力最差,美国与它结盟。 首先,使得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制衡政策发挥更佳,而中东这滩浑水也会更混。 其次,而因沙特做大的可能性最低,意味着对美国的潜在威胁最小,同时沙特也会更加依赖美国。 最后,上世纪70年代时,美国还需利用已是中东最强国家的伊朗来阻击苏联,美国虽不能直接打压伊朗,但扶持沙特去牵制伊朗尚可。 后来,在美伊反目后,沙特来抗衡伊朗的作用便显现出来,再加上石油美元的重要意义,共同决定美国愿意扶持沙特。 事实上,沙特与美国结盟后,其国家安全的确有了保障,而石油、美元格局的形成,也稳固了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。 以此为基,美国通过长期压低油价的方式来反击苏联,最终致使苏联财政破产。 整个80年代国际油价一直处于低位,长期压低油价虽给予出售石油为生的苏联沉重打击,可是对沙特的损害也不少。 纵然,为了履行与美国的合约,沙特不得不压低油价,可是,沙特也是以石油为生。 中期整个80年代都在压价,其损失也是天文数字,沙特仿弃巨额石油利润,看上去只有美国才是这场19石油价格战的受益者。 真的是这样吗?沙特还有其他打算? 本文为云石地缘政治系列178章,解读大国博弈内幕,剖析政治深度逻辑,请用微信搜索公众号,云石,收看全部云石军地缘政治系列。